大家好,我今次在韓國拍了一些旅遊vlog 放在youtube上分享 這段是適合我出門口 在家出門口,下樓下 準備搭通宵巴士去機場 這次的航班是搭香港Express 在早上7點2的航班 要早2個小時去機場 3點多小時去機場 這段影片是在韓國第一 我會分開5天的影片 日1,日2,日3,日4,日5 放在youtube上 我剪完後就會放上去 我平常去看youtube的旅遊影片 我最喜歡看他們去機場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會令他們很開心 自己看上去也會覺得開心 所以我會比較長 從家到機場去機場 這段影片會比較長 我會拍攝 我會拍攝 我現在拿著行李箱 在家裡走 坐通宵巴士 走幾條街 我會拍攝 轉彈間 坐通宵巴士 1個小時 我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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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段影片是關於我的行李箱的重量 我的機票寫明 我的行李箱不能超過20kg 甚至25kg 一磅每磅都超過10.01kg 那為什麼這麼輕 因為我家裡的磅壞了 我在家裡的磅 我的行李箱的重量 好像是21-22kg 我以為是爆了 然後我把東西收拾了 我把東西收拾了 原來我家裡的磅壞了 到機場磅 我發現 原來我還可以放很多東西 應該要放進去 但沒所謂 反正我過去不是購物 主要是觀光 因為我沒有去過韓國 我這次是第一次去韓國 主要不是購物 是去遊覽一下 到機場 現在是凌晨時間 3時半 在外面大堂 這是Terminal 1 應該是Terminal 1 比較靜 現在是Terminal 2 比較熱鬧 而且比較多店鋪 這裡是Terminal 2 我走了Terminal 2 應該是我放下行李 已關注 好 現在應該是現在 現在在香港機場 中的匯豐櫃園機 打發現金 準備 打發一些港幣 之後 可以去韓國 再去韓國 再去韓國 再對韓國 因為 人人人都說 在韓國那邊 才換韓國 回率是比較好 現在就準備去匯豐那裏按港幣 因為基本上都是同學的 因為現在是四點半 我那天應該是六點六、七點鐘 吃了一頓飯之後就回家中樓睡覺 現在起床同學 因為我坐七點鐘機 去到韓國咪哩咕哩 可能下午兩三點才可以再吃東西 所以現在就先吃東西 免得一會兒餓自己 這裏已經過了安檢 又進來安檢禁區 大家可以看到 進來禁區 人氣更多 雙舖也會更多開門 現在走出去 一辣都是食店 也是很旺場的食店 我剛剛在七十一吃了杯麵 所以我不會再在這裡吃 現在已經下了一層 現在根據我的 查看資料 我應該去到二零六的集口登機 我現在在香港國際機場找一個路牌 去二零六的集口 在那裡 周圍會有路牌 告訴你 你應該去哪裏 還有 會有些 航班資料 你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也在看 現在 走過去 現在 拍攝一下國際機場 給大家看看 因為也是 現在走了 走了 再走了一會 現在 走到第二層 現在 現在準備 再去二零六的集口 現在準備 再去二零六的集口 現在 坐了幾層 後 便會坐這些 短程的火車 便會載到 那個 集口附近 這些 列車 可以看到 在走的時候 可以看到 它的隧道 怎麼走 就不是 黑 黑 就是 它的隧道 燈火 也很透明 其實 很乾淨 燈火 很透明 的隧道 那些車 也很快 我覺得 那 我又坐了 一個站 然後下車 下車之後 再上了兩層電梯 好像是 然後 去到這個大堂 這個大堂 有幾個集口 有十多二十個集口 那 那 我也是 跟著路標 走 那 再向前走 便會去到 二零六的集口 對了 那 前面這個集口 就是二零六的集口 就是我要 登機的集口 那 人們都很喜歡在這裡打卡 那 我就 沒有打卡 拍一會 之後 就 進去 進去準備登機了 那 轉眼間 就已經去到 這個 韓國的 手 人村 機場 那 那 就 人村機場 就要再乘一輛火車 才去到 首爾站 那 我今次行程 是去南韓的 首爾那裡 玩 玩這個 五日四夜 那 就 下了機 在韓國 這個機場 走 那 就 走一會 之後 就準備過韓國的海關 那 那 這群人 是適合下機的 那 有一部分 是香港人 來的 那 因為我排隊的時候 聽到他們說廣東話 那 我就在這裡排了一陣 隊 都 很多人 但是 都很快 到我 那 轉眼間 就已經過了韓國的海關 那 就 那 這就是韓國拿行李的地方 那 我拿行李的地方 是再前一點的 是 15號 的 區 是拿行李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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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 差不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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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準備要離開機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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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 那 然後 那 那 ええ 雙 那 就 應該 那 這 就是 那 就 到第二層,準備要乘航機鐵去首爾站 不是去首爾站,是去首爾站附近的堅大站 乘航機鐵去建大站 因為我家民宿在附近 乘航機鐵下了一層 在找一個機鐵站的路標 看到了 先拍一拍前後左右給大家看 我的路向應該要去前方方向 大家看到有機鐵站的火車頭 接著是火車頭走 走了一陣子,然後到另一層 上了電梯 這裏是教大家如何使用韓國版的白達通 這張卡要增值 這張卡可以買東西,搭車等 不用付現金 首先放一張卡在紅色的位置 然後進入增值幾錢 它有漢字給你選擇 我之前選擇了漢字 按一漢字之後,就按一步按一按 我進入錢後 它會混合一會 混合一會後 它就會告訴你你增值了 現在有幾錢 然後拿一張卡就可以了 然後我現在在這裡 再按一按 再放一張卡 再放一張卡 再看看 再看看我的卡有多少錢 大家看到有中文字 選擇 按中文字 就有中文字 可以選擇 我放一張卡 我已經放了 就是紅色的位置 看看裡面有多少錢 然後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張卡 在我去旅行的地方都很有用 尤其是坐車 比較方便 那我就上了機鐵了 那現在是 下午的 韓國的 韓國時間是比香港時間快 一個小時 那我想現在已經是 這個 韓國時間是十二點多了 拍一拍韓國人村機場 頭幾個站 去這個建大站的窗外畫 風景給大家看 可能近機場 這裡也比較 郊區一點 就是不可能的 大廈的地方 那麼 這點就是 還有橋段 下面有這些 有些 有些車 運動道路 就是這樣 用來運動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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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還有… 韓國的地鐵 有些關愛座 那我拍攝 帶來的是 有些車廂有公仔,很脆脆的 轉冷間就到了我要住的民宿 我這次住的民宿的環境是這樣的 環境不是普通的民宿 不過是屬於歷史的 樓下是密碼鎖 要按密碼才能進入 我覺得優勝的地方是一個獨立的房間 好,我們來個房間 拿了一張房卡 然後來個房間 之前進入一次 現在再進入一次 先打開燈 房間不大 清潔度也是一般 不過幸好沒有蟑螂 這是獨立廁所 有熱水的 床下面是空間 給你換衣服 有一張書桌 這是窗外環境 不過窗外環境也不理會 都不會看窗外環境 有一個窗外環境 有一個窗外環境 就不會有窗外環境 還有一個小雪櫃 雪櫃 雪櫃是沒有用過的 床要在上面 要走上去 其實樓梯是很危險的 而且走上去 雙腳有點痛 因為自己的窗外環境 可以走不慣 或是 鐵床的窗外環境 可以走上去 會比較痛 有一個窗外環境 沒有特別的 有一個窗外環境 有一個暖煎 電煎 鋪在床上 好了 現在出來了 我有點餓 我打算買一些零食 但我又不懂韓文 我以為這些是零食 原來是炸雞 所以我又點了一個炸雞 然後轉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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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上才會再吃東西 好了 現在已經 我乘搭了 乘搭地鐵 去了我第一個景點 我第一個景點 是去COEX 以前的水族館 在商場裡 大家看到現在已經天黑了 因為 我去的時候 我去機場 打算乘搭地鐵 轉內陸地鐵 去澳民宿 但我中間是 轉錯線 迷失了一路 浪費了我一個多兩個小時 所以 現在 大概 已經是 五點幾 六點鐘 我去到第一個景點 已經是五點幾 六點鐘 夜晚 已經是五點幾 六點鐘 然後 走到這個商場 走進去 這個商場 就會到我一個 COEX 水族館 走進去 走進去 這間 這間 這個商場 忘記了 是哪個地鐵站的出口 一走進去 其實就是 那個商場 就是 連著地鐵站的口 所以很容易去到這個商場 這個 COEX 水族館 走進去 這個商場 就 有一個 車子 在這裡 洗地 我在香港很少見 所以拍一拍給大家看 我也是第一次見 在商場 有一個 車子 擦地 對我們 先說 第一個景點 就是去這個 水族館 這個水族館 就是 在商場 裡面 進去 就 準備 這個 遊覽 遊覽 進去之前 會有一個小刷子 可以拿去 幫助你 了解 這個 水族館 的遊覽 有幾個版本 英文版 日文版 和 中文版 當然 可以拿 中文版 可以拿去 看看 在前面 我在網上 一早買了 票 給他 電子票 讓我進去 看看 這個水族館 拍了一部份 給大家看 有 分幾個 區 這個 其中一個區 這個是 懷舊 很像 古色古香 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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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裡面 有很多魚 有 鯊魚 這些 就是 小小的 魚 場 裡面 都是魚缸 這些 應該是 錦里 那 那 那 繼續 走 去到 這個 布置 的 場地 好 那 繼續在 COEX 水族館 那 裡面 是 可以拍攝的 但是 我沒有拍攝 因為 如果 什麼都拍攝 那 影片 不會太長 也太類似 所以 選擇一些 特別的 拍攝給大家看 到這個場地 就 就 布置 一些 那些 開放式 布置 那 裡面 有幾個 大魚缸 那 這些 應該是 小魚 這些 是小魚 小魚 這些 就是小魚 小魚 那 這些 這些 魚 在香港 也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這麼近距離看 這些 魚 通常都是 蜜蜂色隔著玻璃給你們看 那 就看完那個水族館 走出來 在這個商場裡 有第二個景點 這個景點也是很有名的 就是 那個 很高很高的 那個 那個 書架 幾層高的書架 那 我進去 的感覺就是 那些書是否假的 你這麼高 怎麼拿出來看 那 就覺得是 好看不好用 因為這些書是實際上是用來看的 那 你擺到這麼高的 你用來裝飾 我覺得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 好像 不太 不太適合 但 其實 整體上是挺特別 而且挺漂亮的 有一種 挺 搞 這麼巨型的書架 是令到這個場地 是有一個 很和諧的氣氛 也很特別 還沒見過 這麼巨型的書架 附近有很多書桌 可以給你充電器 可以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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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人 桌子和座位置 很多時候 都是大部分被人坐爆了 把電腦坐爆了 所以沒有什麼位置 很難 坐在那裡 有位置 不過要找一個位置 拿著電腦做自己的事 看到 差不多坐滿了 要找一個位置 拿著電腦 或者拿著書 做自己的事 比較困難 但這裡的環境 我覺得不錯 對我來說很新鮮 看完這個巨型書架 就回到商場 拍一拍這個商場給大家看 看看韓國的著名商場 可以說是 跟香港的商場有什麼分別 對我來說 是沒有什麼分別 當然是有一點點不同 但分別不大 好 好 就 就 推開門 準備 出來 就去 這個 坐地鐵 了 那麼 地鐵站 也是 正如我之前所說 是連著商場 所以 很容易找到地鐵站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商場的花園平台 可以說是 商場的花園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 也有很多高樓大廈 五光十色 這個區 都 但是這區 不是明洞 我現在準備 去坐地鐵 就準備去明洞 去搶錢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是地鐵的關愛座 這些是普通座位 那 韓國人呢 如果你發現 你又不是女 又不是老 又不是傷 又不是大肚子 坐在關愛座 就會看著你 覺得你很奇怪 所以看到這些 沒有人坐 這些就是關愛座 這些就是正常座位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明洞的地址站 至於五號出口 明洞的地址站 至於五號出口 大家看到 到五號出口 明洞的地址站 準備去唱我的航員 因為我很多航員 我剛剛下機 是沒有對到航員 那我現在準備唱航員 是準備我這幾天的花費 讓大家看看名道的街道 我和一般遊客一樣 我也是去大使館換錢 附近也有一、兩間換錢的地方是比較的 這間應該是最划算的 不算是太划算的,但還是最划算的 那就是在這間換錢 換完錢走出來 就是明洞的繁榮地區 亦是很多旅遊影片都拍過的 一條很繁榮的小吃街 所謂小吃街是一條街道 兩旁邊有很多小吃車 來賣食物 我看過這些食物 我覺得太貴 而且 我覺得吃少許這些也不飽 所以 到最後都沒有在這裏買東西吃 因為我現在還沒吃晚飯 因為我現在還沒吃晚飯 所以我開始有點肚餓 所以 但是 我沒有在這裏買東西吃 所以 走一走這條街 拍一拍這條街給大家看看 裡面的食物 其實 都是十多二十種 就是 例如炒年糕 炒年糕 炒麵 炒麵 煎炸食物 那些 他們買的東西是類似香港的煎養三寶 不過他們有十多種食物 我也是走這條街 走這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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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洞賣時裝 潮流湖野的地方 我本來是拍這條街 是想吃這條街 但是 是去這條街 我看見前面有很多東西拍 所以我先看前面拍 但是 到最後 我還是沒有去那間吃 那 說回這條街 這條街 可以說是 明洞雙圈的範圍 明洞雙圈 那 這條街 正如有很多網上的人評論 是 比較有牌子 比較有牌子 比較潮 比較有特色 比較適合適合人買的東西 比較適合人買的東西 比較適合人買的東西 其實這條街 其實是挺吸引的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賣 如果我是有錢的話 我都會買很多東西 可能在這裏 不過最差的是 一來自己沒有想著來韓國購物 二來就沒有想著去購物 自己也沒有這個需要 那這裏的東西也挺漂亮的 那如果這些店鋪送 那些東西不用錢的送 那當然是要的 那這裏的東西也 都價錢也不知道 我又沒有真正進去看過 但是 那裏的東西也挺潮的 其實在走的時間 我也是 在找地方吃東西的 那我這次旅行 沒有計劃 沒有訂了桌子 在哪裏吃 吃什麼 我打算走過什麼 吃什麼 那我就繼續在這條街 那裏 那裏 也同時在找到什麼 那裏 走到這裏 就開始 比較少賣服裝 化妝品 手飾 那些地方 再走前些 是比較多 那些食店的地方 現在也是 這裏 也很繁榮 這裏有些類似 在香港的 王國 尖沙咀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有雌 但是不一樣 有雌 有雌 比較人氣旺 這個地方 如果是韓國人 應該會經常在這裏 打蛋 在這裏吸收 別人的文化氣息 這裏就開始多食店了 大陸 這裏是這裏 這裏都買到小食 那些地方 那裏 那裏也都可以搭配 一些 賣服飾 靠色 靠色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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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走,應該會開始到街尾 這帶就是大家所說的名動商圈 也是我今天的其中一個景點 雖然我沒有在這裡買過任何東西 但走走走也好,因為現在是一個景點 最後是吃麵包 我發現韓國麵包和熱狗比香港便宜 也比香港的分店更多 我這次是吃Moles Burger 是比香港便宜的Moles Burger Moles Burger是貴的,沒有機會吃 第一頓晚餐就吃炸雞之後就吃Moles Burger 我走到地下街,明洞的地下街 這裡購買的東西很像 像婆婆和姐姐會買的東西 沒有那麼潮流的東西 我現在的環境是很像 旺角的那些 旺角的商場是很像 旺角的某一個旺角的 這個格式 我說到嘴邊忘了去旺角的商場 但是這裡購買的東西沒有那麼潮流的 還有裝飾 那些都是比較單調的 走前面就是連接地鐵站 這裡是地下街,明洞的地下街 看見大家都在這條街 那下街就去搭地鐵站 那我便會離開明洞 便會搭地鐵 離開明洞 那好吧,出回來 我想已經是 10點多,11點多 那我早上前面都要一早的事 那我便要回民宿前 我已經在新村站 我買了一盒奶給自己喝 那我早上吃了一盒鮮奶給自己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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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盒奶就 和香港價錢差不多 那就好了 那我已經回到新村站 我的民宿 那讓大家看看我家民宿 看出去的景點 基本上我都回到他的房間 已經黑黑黑黑的 都不會看出去的 那其實景點 都不關事的 那好吧,現在已經是去到 OKHouse 那我就會按密碼進去 那今天已經是 比較少點的地方 那今天這條影片 就是這樣 過幾天的韓國影片 應該會更加精彩的 那就是這樣 再見,拜拜 拜拜 明天见